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7月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白欣斯 在英國牛津棍演講時說 鑑於各國在經濟上高度商戶以來 和中國脫鉤將是愚蠢的 美國應該努力實現供應鏈的多樣化 這位此前不停地涮染中國威脅的美國高官 當日在演講中仍然繼續炒作中國的 戰略競爭挑戰 但否認要採取脫鉤的行動 白欣斯出席第59屆英國迪奇雷基金會 年度演講 發表主題為《世界變革與情報的作用》的講話 在長達8頁子的演講稿中 一位美國中情報局長一共提了19次 China 即是中國 他說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構成了嚴峻的考驗 但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重掃國際秩序的意圖 也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方面 越來越有實力地做的國家 白欣斯稱讚中國過去50年的變革 說中國人民值得被稱重 聲稱這也是美英兩國支持的轉變 隨即他提到英國外交大臣其讚名 4月淺述的英國對華立場時候的說法 一個穩定、繁榮、和平的中國 有利於英國也有利於世界 接著白欣斯就話風一轉 宣稱問題不在於中國的崛起本身 而是在於伴隨著崛起出現的行動 開始炒作中俄的無限合作夥伴關係和台海問題 他補充說在這個新時代 競爭是經濟商戶依賴和商業聯繫密切的背景下進行 這對美英兩國自身 兩國的經濟和全球都有益 但也造成了戰略依賴嚴重的脆弱性 以及對美國的安全繁榮的嚴重風險 白欣斯說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願意發現自己在關鍵擴產和技術上 受到一個壟斷聯盟擺佈 特別是一個已經表現出有意願和能力 加深這些依賴並將它武器化的國家 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不是跟中國這樣的經濟體脫勾 這將會是愚蠢的 而是通過確保有彈性的供應鏈 保護美國的技術優勢 投資於工業產能 來明智地降低風險並且實現多元化 在這場演講中 白欣斯還說 就好像美國總統拜登所說 世界正處於一個拐點 後冷戰時代已經結束 美國現在的任務是塑造未來 在基礎優勢上投資和盟友一起 為共同事業而努力 他說這個目標能否成功 主要取決於能否應對好三個挑戰 第一個當然就是中俄兩國帶來的挑戰 他說首先就是來自崛起 而且紅心勃勃的中國的戰略競爭挑戰 以及是來自俄羅斯的挑戰 俄羅斯不斷地提醒美國和西方國家 衰落中的大國 可能和崛起中的大國一樣具有破壞性 他列舉了另外兩個挑戰就是全球性問題 包括氣候危機、流行病等 以及是技術革命帶來的風險 一段時間以來部分美國和西方的政客 在國際上大肆鼓吹脫歐 以戰略競爭定義中美關係 自今年4月以來 和中國脫歐的措辭 逐漸從拜登政府的高官口中淡出 取而代之的是去風險化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6月訪華的時候就聲稱說 試圖壓制中國並且在經濟上和中國脫歐的指控 與美國實際上做的事之間存在非常明顯的區別 在供應鏈領域是具有風險性、也是多元性的 而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曾經在禮行記者會上指出 中方不迴避也不懼怕競爭 但是中方反對以競爭定義整個中美關係 打著競爭的旗號對一個國家進行污衊抹黑 限制別國的正當發展權利 甚至是不惜損害全球產業鏈供應鏈 這不是負責任大國的所謂 而對於所謂的去風險化的提法 中方也多次駁斥 5月31日晚中國外交部部長助理 發言人華春瑩就曾經在社交媒體Twitter發文 一針見血地指出 去風險化實際上就是脫鉤 他說你想想 他們試圖孤立的國家 是一個佔據世界五分一人口 擁有超過五千年文明 作為世界一百四十幾個國家主要貿易夥伴 世界第一大外國投資目的地 世界第一大製造商和第一大電動汽車出口國 這就好像幾條的溪流 偏要繞過並且是孤立長江和黃河一樣 他們最終只會自己干擀 6月19日 外交部美大師師長 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 向中外媒體吹風的時候 也提到關於去風險化的問題 楊濤說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麼是風險 風險來自哪裡 中國向世界注入的是穩定性、確定性和正能量 為什麼就成為了風險呢? 無論如何包裝美方的去風險化 仍然是脫鉤斷鏈 本質上就是去中國化 最終就是去機遇、去合作、去穩定、去發展 不僅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 還會反世自身拖累世界 福德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日認為 相比起脫鉤 如今西方所謂的去風險化的概念範圍更大 邊界更模糊 主觀的淺色性更強 甚至更難做得到 他指出美歐國家不斷地通過搞話語標籤戰爭 使得他自身的行為合法化 而在前期脫鉤全面趨向失敗的背景之下 去風險化在更多的時候 不過是用來挽回尊嚴向選民交代 並且是繼續進行政治操弄的危命題 而中國人民大學金澤民教授就否釋 核心的問題是美國無法接受中國崛起 預計中美關係將會進入長期的世紀博弈 而美國要搞亞洲北約 或者是北約擴大到亞洲 實際上是他虛弱的表現 他一個人自己擔當不起的 而中國應對的方法就是壯大自己的實力 並且和周邊的國家一同發展 南華早貝有一篇文章 講到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 從而了解到中國的經濟實力的增強 如何影響亞洲格局 文章說一項新的研究 越是接近中國的地方 夜間的燈光就越是明亮 中國經濟的巨大引力 在夜空之下展露無遺 研究說不夠十年的時間裡 大部分燈光集中的中心 已經向東南亞和中國的陸地邊境西北方向 移動了476公里 相當於平均每天移動近145米 雲南大學李奕敏教授領導的研究小組 利用2012年至2021年的衛星圖像 測量了11個東南亞國家的人造光空間分佈 和移動的趨勢 從富裕的新加坡到欠發達的簡報債 大多數國家光亮增長非快 最暗的地區光強度增加近50倍 這些變化提供了直觀而且確鑿的證據 表明東南亞地區的當地政府和民眾為了推動經濟增長 和提高生活水平所做的顯著努力 李奕敏在6月發表的研究報告中說 經濟重心的北移也和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有關 自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 已經有15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加入 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東南亞國家 這個地區獲得了最大份額的直接投資 據估計近年來中國投資的10個最大目的地 其中7個位於東南亞 一些一帶一路項目 例如是中國魯窩鐵路 和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萬龍市的高速鐵路 是為了促進人員互聯互通 而大多數的項目集中在中國輪郭的工業能力建設方面 例如是中方投資者 向緬甸的交漂經濟特區 以及位於馬來西亞的馬中關丹產業園 投入數十億美元 建設深水港和工廠 去年東南亞取代東盟成為中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李奕敏教授和他的團隊認為 經濟資料本身沒有辦法反映出 這種不斷增長的樓大的全貌 人造光亮不受主觀報告或是貿易和GDP資料所用估算方法的影響 因而是反映經濟活動的一個更可靠和一致的指標 人工照亮的變化也可以捕捉到更精細的經濟發展變化 譬如是城市中心和工業城鎮的增長 而這個總在經濟數字中可能並不明顯 研究小組發現東南亞經濟重心向中國方向轉移有兩個明顯的弱變 這表明增長速度並未一成不變 第一次的量度激增發生在金融危機之後的2012年和2013年之間 而第二次發生在2020和2021年新冠疫情期間 研究人員說這些發現表明在重大危機之後 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聯繫往往變得更加緊密 這一項研究還揭示了燈光顯著集中 表明地區不同經濟體的快速有效融合 李教授和他的團隊表示 總體而言東南亞是目前經濟發展最有希望的地區之一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面 它擁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和政治經濟份量 對於中美爭奪地區影響力 這個研究不清楚世界兩大經濟體 地緣政治力量博弈如何影響這個地區的夜間燈光分佈 而澳洲諾伊國際政策研究所4月份的一項研究就發現 中國在東南亞的經濟影響力是美國的兩倍以上 而美國在這個地區的軍事影響力就是中國的兩倍多 結論就是雖然美國在全球各地區仍然有強的軍事影響力 但是中國強大的經濟影響力已經發揮了抗衡的作用 正如東南亞國家一再強調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 大家好!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附在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力步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